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季节迎国庆 十年阴后破脚穿头 在谈谈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恒新指数反弹了137点 收报26,092点 成交就活跃到732亿 较上星期五的五百多亿就多了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今天季节是有关的 总结第三季恒新指数上升了368点 升幅不算很多 在第三季里头两个月下跌的第三个月才稍微有些反弹 总结第三季表现还是很差的 好了 整体市况就是今天有点回稳 由什么股带动呢 第一 都是一些重磅股 今天中石油反弹了1.8%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厄尔多斯盘地 横探到重大的发现 估计有10亿吨级别的油田 一吨油大概是6.3到7点多吨 你根据计算法 一吨就有6点多吨油 都为数不少 所以此亿到今天股价有点反弹 另外就是今天由于是最后一天之后 内地就是进入国庆场价 那些消费股都有备受憧憬的 所以今天恒指成份股里面升幅比较多的 就是旺旺今天升2.3% 好了 整体大市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还是笼罩着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阴影之下 这个阴影在短期之内未必可以消失 特别是在10月10日 就是双方进入新一轮会谈之前 因为在这个会谈之前 美方可能继续都会极限施压 例如上个Lever 5 美国突然间传了出来 就说会对中国的一些公司 在美国的上市有限制 要求它退市 甚至乎就不让它新的来上市 甚至乎限制内地的 美国的一些退休基金 或者基金 去投资中资股份 一连串这些都吓得 即是美股也好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都是跌得很厉害 后来美国财政部 出来澄清 没有这些事情 小心 空月来风未必无因 应该传这些 可能都是传了 他们真的在研究了很久 所以为什么港股呢 上星期有些说中美贸谈 会在10月10日举行贸谈 这个好消息来的 照计以前都会刺激一下 但是都不能刺激 然后出现这个十年阴 可能就是担心 美国可能会和中国打金融战有关系 虽然这个金融战 暂时都应该是一种恐吓性手段 因为真的要打的话 美资都会受到很大的利益损失 如果真的会打 应该都是会通知了 华尔街那边 那些大俄一路一路切切切切切 切切切切到七七八八才宣布这些 所以有些风吹了出来 不排除是开始有些资金是走的 所以你看到十年阴就是这样的意思 走走走走走 走到开始有些风出来 就向中国极限施压 如果签不到的话 可能不单止贸易战 科技战 货币战 不单止这样 还有很多很多 包括这个可能跟金融战 那种种这些压力 看看中国会不会 就是有些让步了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10月10号 就是刘鹤会飞去华盛顿 就双方会进行新一轮的谋谈 不过有些大行对这个前景 谋谈的前景都不乐观 例如现在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花旗 摩通 这些大行的分析师都认为 中美贸易战 开打就容易 收手就懒 中美后续关税 都有机会 继续收关税 所以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不要调以轻心 觉得一定就谈得到 特别 摩根士丹利 就认为 中美贸易战 就是缺乏这个断路器 就是不会中断 中期就会继续升级 意味着任何停火都不会持久 就算有些短暂的停火 都不会持久 然后又再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对这个10月10日的谋谈 抱有过高的期望 看看他们怎样发展 除了这个东西之后 今天港股 都是叫做低开高走 破脚穿头 迎国庆 其中一个可能就是迎国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北水 因为内地开始没得炒 明天开始没得炒 就来炒 有这样的解释 又或者是贵结 所以今天粉色厨仓 就走回好一点 无论种种原因 总之今天港股 都是有少少反弹的 大家看看恒指这幅图 今天看到破脚穿头的走势 先跌下去 低开110点 开步25,844点 最低的时候跌下去25,786点 下午开始就回升 倒升上去 最后也叫做是一支洋竹收 有些破川头的味道 但是不是就好转呢 我觉得短线还是黄灯的 極超短线 即使走势 的而且今天可能 低位25,786点 这个可能已经是短期的低位 但也不要这么快 调以轻心 要弹上去起码 就升上这条 原本这条上升轨之上 才叫做好一点 所以短期还是黄灯 中期也是黄灯的 国企指数方面 更加明显 现在反弹上来之后 就受制住这条 原本这条上升支持轨 今天刚刚顶住 冲不了上去 起码冲了上去才算 所以还是黄灯来的 内地股市 最后11黄金周之前那天 就继续下跌的 今天跌成都比较多 接近1% 一直在十级而落之中 十级而落之中 所以内地的资金都在走 当然又传出来说 可能会设置 这些金融战 这些问题 都是不利的 好了 今天港股 还有一个反弹上去 可能的原因 留下这一句话 就是内地 今天公布的 PMI 数据 就优于预期 中国9月份的 制造业 PMI 指数 就49.8% 比上月就回升了0.3.8% 就比市场的预期 预期就是49.5% 不过仍然都处在50% 荣沽分解线之下 大家不要一定觉得 回升了一定很好 好了 9月 财新中国制造业指数 就是51.4% 是较8月上升1个百分点 连续3个月回升 所以市场又有点高兴 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可以回升呢 就因为9月 就有这个降准 放一些水 所以你见到9月的PMI 好一些 都很正常 因为放一些水 但是人民银行 就强调不搞大水万贯 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在2019年第三季度的例会之后 就发表声明 就说到经济有下行压力 甚至加大了 但是货币政策 它仍然都要稳健的 是叫做松紧色岛 把好货币供给的总集门 不搞大水万贯 保持港易货币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速 是相匹配的 即是说 它再一次强调不搞大水万贯 有些救命的水养住活住 不要死 但是股市就不会一下子又开始冲得很高 所以要注意这个政策的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个别的股份都是升升跌跌浮沉沉 有些板块好些 有些板块没那么好 这时候其实都是保守型的 保守投资可能是找一些高息的股份 好像这些汇丰 跌到来60元之下 亦都看到有些买入 为什么呢 因为60元之下 或者60元边这些 六里几息的 最好当然 就是再低一点 如果现在中美货战再出现这个问题 落回去55元区 就会再吸引一些 这些就是保守型投资 有六里几息的 另外一种就是中国银行 3988元 亦都是跌到去上次 三元之下的时候 亦都是有六里几息 现在都有的 当然这段时间也都回落 今天出现一次破脚砖头 如果中美贸团也都不利的话 有机会再次见到三元之下 这些都是后低才想的 有些股份 但是都很熟的 中美贸力战之下 就是说 美国会调查这间限制 中远海能有间子公司 受到影响 今天大跌两成 大跌两成 这些很惨 如果你买着这些 无端端受到影响 怎么办呢 都没办法的 政策 如果这些抵不住 都是要先走了 反弹就走了 哪怕后来它可以弹得很高 趁高都要减持 或者逐步都要减持 因为政策影响的东西 不知搞多久 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为上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